结婚后你一半经常玩手机会让夫妻感情变淡吗 手机是现在人离不开的一个通讯工具 从基本人手一个有的还价值不菲 但是这个手机却多多少少影响了很多夫妻的感情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已经结过婚的夫妻 在一起过日子越来越没什么好说的了 曾经恋爱时无话不谈 可结婚后沟通了 彼此能沟通的话题越来越少 两个人也总是很有默契的拿出手机各玩各的 有的女人结婚后喜欢追剧看电影 拿着手机就那么一看一下午 有的男人在结婚后喜欢打游戏 把女人冷落在一边 两个人就这样拿着手机做自己喜欢的事将就过日子 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夫妻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灯都关了 另一半手机屏幕依然亮着 你跟你一半说什么他都很敷衍的回应着 你要是问他你刚才说了什么 他的反应可能都一年茫然 仔细想想手机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及乐趣 但也让我们形成了一个坏习惯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低头族 所谓低头族是指无论何时何地都做低头看屏幕状 通过盯住屏幕的方式把凝碎的时间填满的人 而且除了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加入低头族 未成年人加入低头族的人数也在网上增加 据一项针对调查发现 现在幼儿智能手机使用率为80.4% 大多数的父母会让孩子低头玩手机 理由能让孩子老实一会儿 我们回答话题 结婚后另一半经常玩手机会让夫妻感情变淡吗 毫无疑问 不管你承不承认 确实有很多夫妻的感情都是因为手机而走向破裂 为此我分析总结出三点 一经常玩手机会让两个人的距离越走越远 很多夫妻就是成天到晚抱着手机而无话可说 当有一方需要沟通的时候 另一方总是没有耐心倾听 把心思都放在手机上 时间久了 那个之前主动沟通的人心眼凉透 不再沟通 那个不愿意沟通 只知道玩手机的人也习惯了这样的状态 于是两个人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之间越走越远 二手机里得到的负面情绪带给了另一方 这个是夫妻矛盾最容易引爆的导火索 有的男人用手机玩游戏 连着输了很多吧 身上积攒了大量的负面情绪 这个时候女人开个玩笑 让他别玩了 他就会把这种负面情绪带给另一方 若是情绪失控 还会指责打骂另一半 这种行为直接破坏了两个人的感情 三 有一方精神背叛 被发现后无法挽回 网恋可靠吗 可不可靠 最要取决于你遇到的是什么人 值得一起的是 有家庭的人无论男女 在手机上网恋都属于精神背叛 是最影响夫妻感情的 那些精神背叛的人都很怕自己另一半翻看自己的手机 更经不起试探和考验 有的夫妻婚姻走到尽头 就只是有一方无意间翻看了对方的手机 从此不再信任 两个人过日子也让手机替代另一半 之前听过女人一句抱怨 老公你那么喜欢手机 以后就跟着手机吃住睡吧 看看手机是不是还能给你生的孩子 可见过度的沉迷于手机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 希望那个在婚后经常玩手机的人 可以把玩手机的耐心 用在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 千万别让手机成为你们之间的第三者